溫波華國際機場 我現在在溫波華國際機場 準備回香港 突然想起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就是想太多 不會是折磨自己 在我們生活上 很多人在做一件事之前 想了很多 由想前想後 想完結果 如果做不到就怎樣 有很多負面的 令到自己思維的情緒 負面情緒出來 阻礙自己去做這件事 其實來說 是想起無用的 只有行動才可以知道 你能不能做得到 在行動的過程中 你才會調整怎樣去做到這件事 給個例子 很多人加入直銷之前都是 嘩 做直銷做不做到的 我會不會傷害我朋友 會不會被人笑 會不會被人打擊 會不會是怎樣怎樣的 想起一大堆的事 是想阻礙我自己 希望自己 決定是錯的 你想想 如果你自己做一做 每天你認為做得到 我相信不可能做得到 更多意思 所以我怎樣做呢 但當時我選擇直銷的話 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要問自己 為何我做這件事 為什麼 我做了這件事 將來帶幾個下跡去哪件事 我只是說 我打算做這件事 當作生意去做這件事 我是想如果我成功了 我當時會是怎樣 我拍照一下我成功的過程 究竟是怎樣的事 然後你很多的正能量 想法 就出來了 其實你怎樣想都好 最緊要就是行動 當你行動的時候 你要有個計劃是怎樣行動的話 就算你行動的過程 不是那麼容易 你都會在行動的過程 調整我怎樣做到這件事 可能會問一些專家 當然會問一些成功人士 我見到很多 特別是在這個行業 就是問一些沒有成功的人 問一些不是這個行業的人 試問一下 如果你想開一間餐館 你去問一個賣衣服的老闆 我開餐館怎樣去做 怎樣做這件事 你覺得答案是怎樣 答案是怎樣 所以我們問對方 就很重要 所以我如果想有諮詢人 我一定是諮詢人 成功的人士 而不是未成功的人 或者對這個行業偏見的人 只是說 答案你都跟我知道 一定是NO 所以就說 當你想太多的話 你這個思維的負面情緒 只是阻礙你的行動 沒有行動 你都沒有結果 所以就說 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 經常聽老人家說 想壞你 想壞路 你去做 不要發你的夢 不要想太多 所以有時候 他的講客是沒錯的 因為你想太多 你永遠都不同路 最後的話 結果就是沒有結果 所以今天開始 你有一個想法 計劃後 而怎樣去做 而怎樣獲得更好的結果 就是 Just do it OK 大家好 Longer 大家好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 記得按ić訂閱 按按按鈕 跟 Laughter 還有按 els họ 他下午时 幫派那些視頻 的話 就馬上上說 第一時間收到 OK